今天的这个时间呢 不是很长 今天呢 做一个 基本的介绍对这个USB电路 讲完之后呢 大家希望大家对照我们这个图啊 这个你先用手机拍一下也可以 最终版我会 明天出时间传到这个群里面去 那 今天呢 就是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五代的这个USB接口啊 它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切换作用啊 先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USB IC的 在我们知道在4代4s里面啊 他没有这个USB IC啊 没有这个IC呢 他就出现了很多什么问题呢 很多cpu烧掉的 对吧 很多cpu烧掉的 就是因为它是数据嘛 它是从这个尾差 从尾差 它到USB之间 它采用的是直通的方式 就是尾差直通数据 对吧 也就基本上是相当于 我现在就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尾差是这个接器 它采用什么方式 尾差直通 cpu 采用这种东西 所以说就烧掉了很多什么东西 烧掉很多cpu 很多cpu烧掉的 世代4s 那么在苹果公司呢 他在这个从售后返回来的数据啊 从这个售后返回工厂的这些数据 发现了世代4s很多cpu坏掉的 这样子来让工厂呢 也就是让苹果公司自己也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啊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它坏了之后 之前世代4s呢 它会导致什么问题 就是第一个 全数据传不了了 是不是 第二个呢 会导致一个 就是说什么样子 关机可以充电 开机不能充电这种现象 是吧 那么出现很多这种问题 就直接的cpu挂掉了 那世代4s这种 第一个是 不充电 是吧 不充电 这个不是不是充电 是这个 开机不充电 关机可以充电 基本上都是好的都是cpu挂掉的 然后就是不连机这种 是吧 也有一部分是cpu挂掉的 实在实在是 那么这种问题到了五代之后呢 cpu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cpu已经不再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cpu的数据的传递呢 它要经过一个元件再中转一下 经过它处理完毕之后 然后再怎么样子 然后再送达我们的cpu 啊 它是这样子来的 好吧 呃 所以说在五代 我们的五代 是吧 5s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六代 6s 包括我们的5s1 5s5sara 它们都是不是有有 fun 都有这个ά这种 啊 就这 days 在六代里面 它不是叫做そして 是吧 叫例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样 这种类似的就是将尾差接口与cpu之间 连接起来的这个芯片 我们把叫什么 我们叫USB控制芯片 那么他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结构啊 结构 第一个 他要跟哪些东西来建立连接呢 跟哪些东西 其实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其实是USB控制ID 他是一个对外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对外沟通的一个桥梁 他就像一个桥 那么我们在工厂里面在工厂里面通过专用的数据线 就是阶级啊 阶级这个我们他这个数据线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个 苹果的数据线 它是专用的工程线 配合他专用的工程线 专用的软件 那么呢 他可以透过USB接口直接去干什么呢 对基带处理器进行操作 比如说去干什么呢 去写基带的这个码片 是吧 写基带码片 然后怎么样的 去通过 尾插接口去干什么 去 设置基带处理器的参数 去调节这个 去对基带处理器这块电路来对基带电路进行一个测试 他可以直接跨过去进行测试 是吧 那这根线呢 是非常宝贵的 这套设备也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都拿不到 在外面的维修人员 你不可能拿到这种线 这是在工厂里面才能搞的啊 如果说你有办法拿到这个线 拿到这套软件的话 那这个你解ID都发财了 好吧 这个解ID 你天天数钱吧 是吧 数钱都来不及 那肯定发财 是吧 那么很显然这种设备是我们拿不到的 我们拿不到的 我们无法透过尾插直接对基带处理器操作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实现的 这条通路它仅限于在生产使用 所以说 我们这个基带CPU这个叫90BB-USB-PN 是这样的 这仅限于什么 生产用 是仅限于在工厂里面 工厂里面使用 好吧 这是一个 嗯 那么 所以说 很多人啊 他认为他搞这个东西了 他认为什么问题呢 他说 哎 这个UR黏到这个基带CPU啊 那是不是说UR会导致无基带呢 会不会说是 我这个UR这个地方有问题导致无基带呢 不会 不会 好吧 UR就算你C1111或者是AEA BE脚掉了 也不会导致无基带 知道没有 AE掉了 BE掉了 无所谓 不管它了 好吧 那么来 这个只是说在生产初期啊 用到的 在后面根本来用不到 好 那么这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 在我们往下面来看 在我们下面来看 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啊 最下面这个叫什么 音频 哎 看到没有 哎 我们的这个 他还连到音频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还要音频干什么 哎 这 那么我们的音频呢 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F13F14 把音频信号传到哪里 传到C13C14 最后通过我们的尾插接口啊 通过我们尾插接口啊 这些数据是这样的 这些数据断口 通过我们的尾插接口 将数据传送出去 将这个音频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尾插是可以支持什么呢 可以支持这个音频数据的传送的 好吧 我们的尾插 哎 那么大家有应该有最近有关注过很多这个关于iPhone7代的一些传闻 什么样子啊 有说到iPhone7代啊 他不再使用这个啊 耳机耳机接口了 什么样子啊 把他淘汰掉了 因为让这个里面的空间更大 是吧 那么他事实上在前面他就已经为这种技术做好铺垫了 知道没有 在前面已经做 也就是说他的音频可以透过 USBIC USBIC 然后再透过什么 透过尾插接口 是吧 透过尾插接口 透过尾插接口 透过我们这边这个数据线接口 这边数据线不是有两组吗 是吧 透过这些数据线接口 将音频信号通过尾插专用的这种耳机 注意一定是这种尾插专用的耳机才能搞定啊 目前这种耳机的造价还非常高啊 我相信iPhone7发布之后的这种耳机呢 很可能就很快就便宜了 但不管他怎么样便宜呢 他会比这个以前我们6s之前的这些耳机都要贵 因为这种耳机呢 他里面会带一颗芯片 进行一个音频的解码 否则他无法发出声音 好吧 所以这是一块 这是这一块 所以说音频这一块的数据呢 可以透过我们UR 然后再透过尾插来把它传送出去 嗯 然后他还有一些什么呢 哎就是这些了 就是一些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像90u usbhs hs我们叫什么highspeed 这样的高速的传输接口 很显然我们的数据呢 我们的数据 我们的什么样的数据呢 就是我们去 拷贝 图片 或者是我们用这个 把手机里面的图片传送到什么 通过这个尾插 什么样的 你说我们把这个手机里面的图片通过硬盘里面图片是吧 透过U1 透过U1 是吧 透过U1 你就这个地方 透过这个接口啊 这是高速接口 透过这个接口 然后传给U2 然后再透过谁呢 然后再透过这个A2 B2 1416 然后怎么样的 传送出去通过尾插数据线传到我们电脑里面吧 对吧 或者是透过什么 A4跟B4 这边 知道吗 传到我们的USB接口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数据的这个传递是谁在负责呢 是1416角 还有什么 2018角 和什么 A3 B3 送到CPU的A3R B3 也就是这一条之路 知道没有 那么这一条线路呢 它是一个双向线啊 它是个双向线 也就是说 这样子传送 它是个双向线 它是个双向线 也就是说 不论是从这个尾插的1416角或者是2018角送过来的这个数据 然后送到哪里的USBX的A4B4 A2B2最终传递到都是传送到A3B3的 我们的USB只需要两根就可以了 是吧 只需要两根就行了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两组呢 为什么会有两组呢 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啊 插数据线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呢 有正面和反面 这个两组的一组负责什么 一组负责正面 一组负责什么 反面啊至于哪个正面反面 我们这个就没有 不用去做这个啊 因为正面反面就没有这个绝对的正反是吧 反正呢我们用数据线可以怎么样 正过来插 反过来插 是吧 比如说这是A组的话嘛 那你正过来插 可能就是走这个A组来传送数据 反过来插呢 就是走这个B组来传送数据 不论是A还是B 反正最终的数据呢 是透过A3B3 送到了CPU的A3R A31 最终CPU从哪里读取数据啊 啊 是不是从我们的硬盘呢 从硬盘 是吧 从硬盘里面读取这个数据 啊 这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什么 啊 我们的这个刷机也好啊 还有什么 刷机也好 还有什么 读取数据啊 是吧 读取数据 拷贝图片 拷贝视频呢 我们都是透过了这条线路 所以说不连机 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一条 知道吧 不连机我们要修的 就是这一条啊 不要去搞别的了 那么有的人他说 那下面这些呢 UART TXDXD 注意这都是工厂用的 你要用到了苹果专用的工程线 我们知道这个什么 UART是什么借口啊 叫做外围 串行设备 通信借口 什么样子啊 哎 外围串行设备通信借口 UART 他是什么 他要有一种特殊的工程线 要是属于串行通信的 是吧 不是我们的数据线 就能够访问到这里来的 是访问不到的 我们普通的数据线 根本就访问不到这几根线 明白没有 包括这个JTAG 这也要特殊的工程线 这要特殊的工程线 才可以访问到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 某招有一个什么工程线 可以直接访问到硬盘 直接去写什么 直接改这个什么 直接去改他的这个序列号 是吧 那就是件很完美的事情 是不是 但事实上呢 现在都还没有啊 现在都还没有这种东西啊 这是一个 所以说我们平常呢 这些东西呢 你不要去考察他啊 没什么用 不要去考虑他了 他是一个外围的 外围的串 外围的串行设备的通信接口 好吧 他是一种串行通信 就不要去考虑他了 那么剩下的来说 就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 跟我们数据有关的就是这些吗 是吧 一般的说 USB数据接口正差 可以反差不行 通常就要 证差可以反差不行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要去考虑尾差的问题 接起尾差的问题 是吧 第二个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这个L20跟LR 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尾差 尾差旁边 尾差座旁边怎么样 被弄掉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被弄掉了知道了 这玩意搞掉了 这搞掉了这个 或者是搞掉了这个 只要掉一个就会出现什么样子 你你擦这个USB 擦数据线 每次你正差不行 要反过来擦 或者是反差不行 要正过来擦 反正呢 也就要是不掉 不然就是不行 你这个就要注意了 好吧 他通常就是这种问题 要么就是尾差 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这两个电感有一个 空汗了 断了 要么就是什么 我们USB A2B A4B4 有一个什么虚汗了 或者是U2本身 所以他这种出现这种 掉过头插就不行了 基本上都是在右边这一块 好吧 这是他的这个特点 好 那么再看一下 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特点啊 这是一个 嗯 属于通讯这一块的呢 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吧 对吧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是关系到我们的 U2本身的一些工作条件了 我们看一下 U2本身有哪些供电啊 U2本身哪些供电 第一个 U2呢 它有哪些供电呢 U2它有这些供电 常态下有这几个供电 第一个 PP1V8 SD RAM 第二个 PP3V0 USB MUX 就是这两个供电 这一个PP3V0 这一个常态下是没有的 常态下没有 这个电钥是怎么样子啊 插入附件产生 也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些数据线啊 插入附件产生 好吧 那么这个电源IC发出来的啊 电源IC发出来的 电源ICQ视角发出来的 那么又有人在问了 哎 电源IC怎么知道插入附件呢 难道这个U2BIC要通知电源IC吗 没有 它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看下 这个尾插座的这个第24角 大家看一下啊 尾插座的第24角 街区桌子啊 街区桌子 这个尾插座的第24角 大家看一下 尾插座的这个第24角 当我们插入 我们常态要怎么样的 没插附件吧 是吧 没插附件这个地方电压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 金光R65这个地方 上了到PPVCM PPVCM是多少 是3.6到4.2V 3.6到4.2V 是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一个电压 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当我插入这个尾插的时候 插入这个尾插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它会由这个什么高电频 变成什么呢 变成低电频 啊这个地方变成低电频 是吧 由1到0 是这样子 由1到0 诶 常态下不插的时候 高电频一插 变成低电频 好了 变成低电频 然后呢 这时候 它一方面送到我们的USBIC 一方面呢 送到我们U7的B21角 U7是什么东西啊 U7是主电源 对不对 主电源 那么U7他怎么样子啊 于是他就得到一个信息就是什么 哎 附件已经插入了哟 是不是啊 附件插入了 那我就想产生一个什么 附件的供电 ACC就是什么 ACC就是附件 也就是说呢 插到尾插上面这个东西 它就叫做附件 然后U7呢 插入这个之后 24角这个地方还怎么样 它侦测到了这个尾插的插入 它侦测到这个尾插的插入 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呢 1-detect 什么样子 1是什么 1就是外部的 外部的 1就是外部的 Exact 什么样子 外部的什么东西啊 外部的附件的检测 什么样子 所以说我们这个1-detect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附件检测下 是吧 然后就是说 当常态下这个高流率一差就变低 然后判断会附件检测了 是吧 于是 我们的U7呢 组电源啊 他在检测到这个什么 附件接入了 于是呢 他从KU视角就发出个什么 发出一个三伏的 这个附件电影 好吧 那么好多人呢 好多人在做维修的时候 他在干什么 他这样看的 他说 哎呀 这个UR 不连机啊 是吧 不连机 然后呢 就测这个 PPEV8 PPEV8测了 这个电压测了 然后测这个 PPE70 USB 这个电压也有 你测这个没有 哎呀 这个电压没有啊 没有怎么办 没有 这个 于是就换U7 换了一个不行 换两个 两个还不行 换三个 最后就搞不定了 要怎么修这个电压也不出来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电压怎么样 常态下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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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没有的 知道没有 其实各位 当你遇到这种疑惑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做一件事情 干什么呢 你应该去测一下好板 知道没有 好板 一个好板 一个一张图子 就是你这个什么 最好的老师了 他里面有标准答案的 是不是 你没有标准答案 你要去做一个这种对比吗 是吧 啊 好 这就是关于他的供电啊 关于他的供电啊 供电啊 供电其实有几个呢 有两个啊 第一个是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样子 这场的呀 这个供电 这个呢 是在附件插入的才有 好吧 就这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有些其他什么东西 嗯 这个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U2呢 他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U2他还会导致这个不充电的问题 U2 为什么U2会导致不充电 他不只不过是不连数据而已吗 只不过是不连机而已吗 为什么他还会导致不充电 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模式管 这两个模式废的啊 Q1-1Q1-2 这是什么勾到的模式管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勾到的模式管 我们说箭头指向积极是N勾 箭头背向积极是P勾 对不对 啊 这是P勾的对不对 这是P勾的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这个时候 为什么说我们U2会关系到不充电呢 因为我们的尾插接口这里有一个这个什么 212325 这是什么 这是充电电压的输入端子 他来自谁啊 他来自谁啊 他来自于谁啊 他来自于我们的什么东西 他来自于我们的 充电器啊 充电器啊 电脑啊 是不是啊 充电电压输入 也就是这个充电电压是从这样进去的 从这样进去的 然后经过第一个模式废的 注意第一个模式废的 他怎么样的 他是先经过这个二极管过来 先经过这个二极管过来 这个二极管干什么呢 反极性保护啊 反极性保护很多人呢 我发现现在市面上 你去看很多培训学校 好多是错误的啊 好多错误的 他都说这个是什么过压保护 甚至也很多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这个叫什么 反极性保护 反极性保护 为什么他是反极性保护呢 啊 也就是当我们外围的这个 比如说某天某个充电器 他是一个反的 是吧 这个地方是负 他不是正的负 是吧 他是一个负 那么负的信号他能过来吧 你看他走这里 这个模式废他肯定没导通 厂内还是没导通的 那你走这个二极管过来 你过不来 知道吗 过不来 是吧 这二极管他就能干什么 只允许 是吧 正的电压流向负极 是吧 肯定不允许负的电压流过来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反极性保护 但212325这边怎么样子 电压是反的话 他是过不来的 只有当他是正的时候才能过来 你自己就想是不是这样子 好 但正的电压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模式废没有导通啊 我们说这个时候 这个模式废 他要怎么样条件才导通啊 他这个P勾到 S大于G多少幅 是吧 3到5V 这样子 3到5V S大于G3到5V 所以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最主要充电器 这个电压是5V 经过这个二极管 反向保护之后 是吧 二极管可以单向导电吗 是吧 过来之后 这边是多少 这边就是4.3V 减去0.7V RG管他PN节 0.7V 对不对 不懂的话 那你看回头去看一下RG管他一讲 过来之后 经过这个RG管过来之后 什么样子啊 然后呢 现在S级是多少V 现在S级是4.3V对不对 4.3V 比如说比G级G级现在经过R58接D 现在G级是多少V G级现在是0V S带A级4.3V导通没有 导通了 这是沟道导通了 就是沟道导通了 就是沟道导通了 这样子过来 不再走二极管了 这时候就不再走二极管了 走沟道 就是沟道过来 这是走沟道过来 我用这个初时线来表示 这个时候走沟道过来了 不再走二极管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电压由4.3V又越 又变成多少V 又变成5V了 什么样 这个地方电压又4.3V 是不是又变成5V了 因为过来了 它走沟道过来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沟道导通 完全导通了 这个5V电压过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子的 它想它的目的是想干什么 它的目的是想 通过这个沟道 送到这边 从D级这边输出 从S级进入 从D级输出干什么 去给整机充电 它的目的是这样子的 但前提是什么呢 但前提是怎么样子的 前提里的要这个摩扫管要导通啊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这个摩扫管 它的这个第二个摩扫管 这个S级是多少幅呢 这个S级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多少幅 现在是不是五幅啊 现在是五幅 现在是五幅 那么这个五幅的电压经过R59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悬空啊 把这个地方也拉到了多少幅 也拉到了五幅 所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 S等于G S等于5G等于5V 它导通没有 它没导通 S等于G的时候 它是种什么状态呢 它是一个截止状态 所以这个摩扫管要导通的话 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R134这边 在D6角内部干什么呢 接D 知道吧 所以让这个地方的这个电压 然后怎样 透过D6角流到里面去 这个时候这个摩扫管才能导通 这个摩扫管导通之后 这个摩扫管导通之后 才能够将这个电压 从S到D 送过去给后面的电路了吗 充电 才能够这样做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终极的目的 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终极的目的就是在什么呢 S极将这个五幅 将这边的五幅 通过S到D 怎么样的 送到这边 送到哪里 送到我们后面的电源 去充电 这边就是五幅 这就是终极 到目前为止 那么这就可以充电了 就可以充电了 是吧 这样就可以充电了 那有的人说 那我直接把这个QR摘掉 D 直接短路到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啊 这样当然是可以的 是吧 当然是可以的 只是说呢 没有一些保护作用了 没有保护作用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保护作用是怎么样子的啊 好 我们知道 首先这个电压 前面再讲一遍 这个电压呢 它分成了两步啊 第一步 这个五幅的电压啊 第一步经过哪里呢 经过这个里面这个二级管 流到这里来 是吧 这个有个压降是4.3幅 因为这个地方是4.3幅 所以说S大于G多少发 所以说S大于G S大于G啊 S大于G 多少幅呢 4.3幅 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动作 就干什么 DS是不是导通啊 DS导通 啊 于是又产生了一个什么 什么结果呢 于是S级输出到不呢 S级 产生 五幅电压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五幅电压送到这个地方 它能从这个S到D级吗 去不了 除非D6角干什么 D6角内部的有一个开关 除非这个开关闭合 开关闭合就接地 什么样子 除非D6角内部有一个开关 闭合接地 接地 于是有这个S大于G 3到5幅的时候 才会导通 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所以说 D6角内部的开关 怎么样才能够闭合呢 D6角内部的这个开关闭合 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条件呢 对不对 也就是D6角 我们希望怎么样的 希望这个 希望这样子 然后内部的这个开关闭合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内部的这个开关闭合 需要一种满足什么条件 就这个开关闭合了 那么我的这个S大于G 5幅 是不是这样 S大于G 那么它就会导通 然后于是呢 后面才能充电 那么它需要满足一种 什么样的条件 才会导通呢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一条电路 这叫什么呢 充电电压检测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送到哪里 送到这个F6角 送到内部 送到我们的USBi内部啊 然后他就判断什么 判断你这个电压是不是5幅 你的电压万一是10幅呢 万一是15幅呢 万一是20幅呢 那我不自己通进去 就把我的后面的这个充电电路 全部都烧掉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F6角来干什么 他来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你的电压是否正确 是不是我们要的 5幅 是不是我们要的5幅 一般是正负5%吗 那国际上的规定的标准 是充这个USB电压 是5幅 正负5% 是这样的 5%就多少 是不是4.75到5点 多少 5.25 是吧 然后来看一下 所以说 在他判断他的这个电压 是不是在这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当他判断什么 当他判断为 这个电压OK 这个电压OK 于是第六角内部的开关怎么样啊 于是第六角内部的开关就闭合了 啊 于是第六角内部的这个开关 他就闭合了 哎 于是这个开关怎么样啊 他就闭合了 把于是开关就闭合了 那么这个开关闭合之后 于是这个地方就多少 不来 这个地方是0幅 2134这个电阻很小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0幅 那么现在怎么样的 s大于g s大于g多少幅 是不是5幅啊 哎 gg是0幅了吗 s大于g5幅 于是这一个摩石管勾到就通了 好了 给后面充电 是不是 给后面充电 所以说很多人他说这个什么 我这个手机不充电了 不连机啊 是吧 其实他很多的问题就出在哪里了 第一个阶段这里可能就产生了问题了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5幅卡在这里了 他坏了 知道吗 哎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USBUSB板坏了 知道吗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他的这个原理是就是这样子的啊 也就是说当检测到 USB的F6角检测到电压OK 那么第6角就会发出一个什么呢 就发出低电瓶 F6角检测到电压OK 于是第6角是怎么样的 第6角就发出 低电瓶 开启 开启信号 对吧 于是呢 这里就是零浮了 这里就相当于是零浮了 知道没有 然后呢 这个电压就怎么样的 S到底 给后面的这个进行充电 好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原理 所以说他会导致不充电 其实呢 只有两个角会影响到他导致不充电 哪两个角呢 第一个是第6角 第二个是F6角 就这两个角会影响到不充电 其他的全是做数据传输的 毫不相关 跟充电毫不相关 所以整个USBIC啊 从5代5S6代6S 期待暂时未知啊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两个角 引起这个不充电的问题 好吧 都是这两个角 第6角F6角 而且他们角位都没变呢 角位都是一样的 名字都没变 当然6代还是叫第6F6 脚位都没变 是吧 那有些人说 那他们是不是全部都通用呢 至于谁通不通用 很简单 你把电路都打开 电路路上 你找到这个USB连接管 它上面有没有型号啊 它上面是有型号的 知道没有 它上面是有型号的 比如说你看我打开一个USB电路 我们这个U2 很多人说 老师我这个哪几款机型的这个USBIC是通用的 哪几款是通用的 你不要问老师这个东西没必要问 没有技术行列的问题 知道吧 把这个图纸打开 我这个是五代吗 是吧 那你说跟5S能通用吗 好 你把5S的也能打开 比如说人家这个5S的是109 那你这个五代的能通用吗 肯定用不了 是不是 那比如说人家的这个是1610 那能通用吗 肯定用不了 只有怎么样的 U2下面这一项数字 这一串数字 完全一样的 这就怎么样的 可以通用 知道没有 可以通用 是吧 这就可以通用 你打开图纸翻一下 是吧 翻一下 你就知道哪个通用 通用了 我们有个别机型 有些IC可以通用的情况 你呢 很简单 只需要 翻开电路图 去看一下 就知道可不可以通用了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USBIC 那么USBIC这一节呢 基本上的这个构造呢 就是这一些 基本上构造这些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今天就讲这一些 今天就讲这些 然后大家把电路图 五代的电路图翻开 五代的电路图翻开啊 把这个 16月 16月这一块充电电路 充电电路 好好的理解一下 这个时候下去 你看一下 16月就会充电电路啊 好多这里的问题啊 好多啊 就是这个 在这个电路图的16月 你记一下啊 在16月的 这个我们这个什么 B7区B6区 什么样子啊 B7区B6区 我们这个QQ2 是吧 这两个Q2 Q2杠 Q1杠 是吧 把这个图子翻开啊 好好的看一下 好吧 把我刚才讲的这个看一下 然后就是B7的这个连接 这些连接 也就是说 16月 还有 15页 15页这个连接关系 把它搞定 翻图子 把它都翻到 对照 也就是16 15页 把它翻到 那么 这个图呢 你可以 我这个图子 我这个图子呢 你可以基本上呢 我现在呢 你先拍两张照片吧 看一下 然后完整的图子呢 我们明天给你传上去啊 明天给你传上去啊 充电电路啊 充电电路这一块 重点理解啊 充电电 今天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充电电路 然后充电电路 的这个保护检测啊 两个检测 一个过压检测 一个是反击性保护 是吧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UHP传输的 UHP数据传输的主要通道 这几个主要通道 你在图子上就把它翻到 跨越了J7U2U1 把这些东西宽到 不连接就找这条通道 是吧 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 啊 它的这个供电 供电 供电有几路啊 两路是吧 有两路供电 P300ACC是整个给这个 附件供电的 这个供电没有也不会 影响到年级的问题 知道没有 也不会影响到这个问题了 好 那么今天的呢 这个我们就只讲到这里 今天只讲到这里 那么呢 剩下的时间呢 希望你就把书翻一下 好 那么就到这里吧 下课了 下词 请您看看